12月23日,山东资博一化工厂发生大爆炸,现场巨大火球腾空而起,网传影像显示伤者众多,当地官方却声称暂无人员伤亡。 12月23日上午,资博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,网络视频显示,爆炸发生时腾起了巨大的火球,火势猛烈,浓烟冲天。 后续大火延烧,疑似发生二次爆炸。据路媒报道,发生爆炸的是奇鲁石化工厅西厅厂。化工厂内部发生爆炸,导致火势迅速蔓延,部分厂房倒塌。 附近村民表示,工厂距离最近居民住宅不足一千米,村内多户居民玻璃震碎。 一名在事发地附近公司上班的员工说,现场爆炸声响很大,碎片满天飞,公司的玻璃门也碎掉了,因担心二次爆炸,公司疏散了员工。 该厂一名工作人员透露,爆炸发生后燃起大火,随后又发生二次爆炸。 至于伤亡情况和爆炸原因,他表示不方便透露。 事后网上传出影像显示,爆炸导致厂内多人送医。 照片上有字幕爆炸伤者,送医看着挺吓人。 还有照片打上第一批伤者以送医院的字样或显示伤,亡,者众多,后续可能还有其他批次伤者。 照片中,救护车上的医院名字为北大医疗卤中医院。 公开资料显示,北大医疗卤中医院前身为奇鲁石化公司中心医院,与发生爆炸的化工厂存在关联。 自博士临自区宣传部门宣称,23日9时25分,奇鲁石化公司西厅厂裂解车间起火,暂无发现人员伤亡,疑似旨在维稳。 记者搜索大陆社交媒体,已找不到伤者送医的信息。 但有视频显示,疑似大火直到当天晚上还没有熄灭。 有网民留言,这么大的爆炸,没人伤亡,除非见鬼了。 2020年6月9日,奇鲁石化公司西厅厂也曾发生一起爆炸事故。 当时中共官方声称,爆炸造成两人死亡,四人受伤。 大纪元时报遍布全球,不受财团,政党影响,真实感言。 不管是想了解国际局势,两岸议题,或者想要欲娇娱乐,丰富人生, 您需要的都在大纪元时报。 订报专线,0800-566-688。 大纪元,0800-566-688。